有请上菜秀 此次上菜秀由贤德年轻人精心策划 透过店小二的今夜精神呈现客栈之风 为今日在场所有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展现最好的服务 感谢你们一年来辛劳的照顾 再次来点掌声 让我们热烈掌声今晚的主持人 各位客官大家晚安 晚安 老苏牛 苏牛 老前人 前人 领导 福领导 各位老师 各位客官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来到2023红尘客栈 校问客从何处来 孝心感恩晚会 我是今日的主持人袁和 我是今日的主持人宜珍 这次的双清晚宴以红尘客栈为主题 应在表达人世间短短每个相遇都是缘分 也都有我们该去完成的使命 校问客从何处来 更表达身为子女的我们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恩父母生我养我育我之恩德 说完今日的主题 我们是不是该邀请我们今日客栈的主人 来说说话呢 没错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 欢迎我们的大德汪叔牛 掌声加尖叫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汪叔牛 尖叫声 这孙女不说话是不能吃饭的 非常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 那个奶奶和这个女后的驾孙 就借了我们今天 道场所集办的双亲会 后来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这次到印度里西亚四天 新加坡四天 马来西亚四天 保光从这道场 一样是集办的双亲会 为什么集办双亲会 因为这个几千年来的这种文化传承 我们一定要去推广 推广 新加坡这是一百六十桌 一百六十桌 他租不到地方 他租不到地方 他们一桌要一万五千块 一张票就是卖一千五百块 一千五百块 刻板描杀 描杀 所以从整个人这种孝道的文化推广 非常重要 一代接一代 一棒接一棒 你当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去注意到父母亲的事情 从后一天 等到你 你还是会老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重视 推广双亲会 到场去 是用最节省的方式 来举办这个活动 很勇于就是要给所有的孙人主义 就借这个机会 邀请父母亲 大家来祭一祭 那道场有这么多的祝福光 这棒菜有薪水吗 我都没有薪水 他要大学生 最严重就是在二十月里面 我就不能棒了 你听 掌声 对 大学生 你是乙真吗 对 他化妆我多顺不出来 因为他是健美小姐 看不出来 等一下可以上来深蹲 百数平板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教练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轻人 都来共同参与 我们来吃一餐这么简单 他们俩帮了好久的时间 希望这个整个的活动 一定要大力推广 尤其是这一次看到他们租不到 他们要租到金马皇宫去 金马皇宫 金马皇宫的总裁也是我们的道亲 李金流 李拿渡 也是我们的道亲 就是为了价钱论 在这讲话 好你听 所以 看到 从我们道路中间发展这期论 结果我们的 世界各地的道场 推广都还比我们好 这不是我们道场能力不够 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 校道传承 推广的不够好 所以孙雷教授 李洪水教授 孙雷议员 孙雷立法委员 孙助威 你们大力去推广校道 知道吗 我们也要做 我们也要做 上山 对 大家一样都要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人 台湾的风景最漂亮的是谁 真正 那人 就从校道开始做起 是最重要的 校道可以守护母亲 可以安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道场所推的活动 希望大家互助 都是有它的意义 意义存在的 大家要推广 或者是举一个 马来西亚的例子 来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要喊 可以动 主理我们稍等一下 有请我们的中后塞出来 中后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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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有请我们今日的 预放 主理我们稍等一下 总厨 阿匈三 上菜 掌声 掌声 掌声不断 那是我们苏柳 谈开菜 不行 太难 太难了 那有请我们的阿匈三 先到我们的舞台前 我嫁女儿的时候 也是请这个辞师 当时 那个 吴务总长 吴敦丽务总统 我嫁你们的女儿 他都有来 结果 他在这些欣赏 我说是义辞 义辞 红胸的主书 就对 结果他就 很开刀的时候 吴敦丽务总统 去夹那个油鱼 夹七次 夹不起来 你看这个主书 有没有厉害 有厉害 到最后他把盘子拉过去 用痙 那个镜头还在 后面把它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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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油鱼 不是大海的油鱼 就减为再用的油鱼 所以今天这个餐 第一大叔煮的第二 他会讲求健康 是不是 是 他就很健康 所以 爸爸妈妈阿嬷阿公 尽管吃饭 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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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大家好好享用哦 好 那紧接着 也将正式迎来 今日双清感恩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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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sor 我